19日上午,据媒体报道,防弹少年团此前在北美、欧洲等地举行的 Love Yourself, Speak Yourself演唱会,共售出了606409张门票,销售额达到了约人民币5.8亿元。 再次书写历史,特别是防弹少年团在加利福尼亚玫瑰球体育场获得的收益为约人民币1.1亿元。 这个数字超过了之前泰勒斯维福特、碧杨斯、埃米纳姆和雷哈娜等纪录。 外媒评价称,防弹少年团所创造的数据并不仅限于外国歌手,而是整个美国演出产业数一数二的纪录。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